其实人生有两张网 束缚你的一生 把你捆起来了 这两张网让你不能解脱 很难解脱 一张叫情网 还有第二张叫欲网 就是欲网 这两张网其实都是心灵当中的 在心里看不见的 这两张网无形当中 在你心当中把你束缚住 实际上因为欲望没有具体的形和像 感情也是没有形象的 完全在心里的 所以人家说内心的感情就是这样 只有我们学习佛法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 有这个感情的情网和欲望在 那么把自己的情网要克制住 这是修行的第一关 首先对待自己的父母养育之恩 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 或者有了家世之后 妻子儿女的感情 有时候非常的难搁难舍 那么有些人为情所困 情感因为是最伤人的 所以为了感情 有时候我们人会不顾一切的 去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 所以这个情一定要控制好 过分了就会伤别人和伤自己 所以我们看不破它 你会障碍你的人生 所以修行的人 永生永世 如果不能把情看破 你一定出不了六道轮回